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,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 合法传销。本ID从来看不起任何基金,无论公募还是私募。理论上,只要这个合法传销无限延伸下去,那最开始的人肯定要多牛有多牛了。很多人爱用巴菲特说是,所谓价值投资,其实不过是一种传销手段而已。 股票归根结底就是废纸一张,而其传销本性决定了,股票的所谓价值可以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圈套,就是在股票所代表的公司上有一元的利润。 在股票上就可以产生至少十元的增值,这无非就是资产虚拟化中的放大功能。 因此,任何一个空壳公司,理论上,只要能合法地发行基金,然后用这传销得到的钱,部分地投在该空壳公司的资产上,就可以在股票上赚取十倍以上的增值。 只要有钱,什么优质资产不可以买入注入。只要有钱,什么优质资产不被优先选购。 然后,投资这股票的基金就挣钱了,然后新一轮的传销又开始了,如此而已。 任何不承认股票废制性质的理论,都是荒谬的。 任何股票,如果是因为有价值而持有,那都不过是唬人的把戏。 长期持有某种股票的唯一理由就是,一个长期的买点出现后,长期的卖点还没到来。 站在这个角度,年限图就是最长限的图了。 因为任何一个人,大概也就能经理气势,八十根的年K线,一个年限的第一类买点,加一个年限的第一类卖点,基本就没了。 把握好这两点,比任何价值投资的人都要牛了,那些人,不过是在最多是年限的买点,与卖点间上下享受了一番二义。 站在中国股市的现实中,这轮牛市的一个大的调整,必然会出现基金的某种程度的崩溃。 上一次的牛市,让证券公司毁了不少,这一次牛市,毁的就是基金。 投资的第一要点就是,你手中的钱,一定是能长期稳定的留在股市的,不能有任何的借贷之类的情况。 而基金,不过是所谓合法的借贷了很多钱而已,即使是没有利息的,性质一样。 一旦行情严重走坏,基金必然面临巨大的风险,一次大的赎回潮,就足以让很多基金永不超生。 传销,通常只有一个后果。 归零,基金,至少对大多数来说,一样。 这是基金一个最大,严重违反投资要点的命门。 它的钱都不是它的,对于开放式基金,这点更严重,因为这种赎回,是可以随时发生的。 而中国的开放式基金就更可怕,中国人的行为趋同性极为可怕,国人一窝蜂去干一件事的后果是什么,大概也见过不少了,无论政治、经济、学术上,无一例外。 由基金这个大命门,派生出一个必然的小命门,就是所谓的基金经理,必然要以静止为标准,就像当官的以GDP为标准一样。 而基金又有一个当面手,还要立排方的搞笑规定,一个基金拿某只股票,是有一定比例限制的,也就是说,基金在这点上,连庄家都不如,一旦超配。 唯一的办法,就是找其他基金帮忙拉一把,几家基金一起持有,其实就是联合作庄,万一都超配了,或者一十个基金都无暇他顾,那就构成了一个很好的阻击机会。 站在本ID的立场上,基金就是傻大哥,短差又弄不来,又不能随时互盘砸盘,他持有的实际效果,就是让股票的盘子变小了。 就算不用一些非市场的手段,一些在中国肯定效果一流的桌底游戏,一次设计合理的阻击,足以让这基金,轻的,吃点哑巴亏,重的,让他轻盘走人。 注意,这市场是开放的,不是本ID心狠手辣,而是只要有命门,必然有人攻击。 难道本ID不攻击,这命门就不存在? 和傻大哥玩游戏,如果他能熬得住,大不了就弄了一次出色的短差,等于傻大哥持有的筹码人间,蒸发了一段时期。 投资中,唯一重要的歧视就是成本,成本比傻大哥低,再起来是,傻大哥就更危险了,一次搞不死,还不能搞两次,三次,总有搞死的时候。 一旦往下搞,基金的静置熬不住,那基金经理就可以走人了,然后,那些筹码就可以信答,东方一番了。 如果在一个大级别的,例如月线中枢的调整中,一个集中的攻击,打破一个点,把一个基金公司集中搞垮,所有的基金公司都将面临严重的赎回潮,然后就整个市场都可以严重的信答,东方一番了。 吃散户有什么意思呀?基金就是散户打包,让人一口吃,少麻烦。 最近,一个小的周线中枢震荡,就足以让本ID去试验一下,一个20%都不到的回调,一个就算跌停,也就5%的股票,一个基本面面临严重好转的个股,已经让某些人坐不住了。 某些傻大哥超配了,找人虎,也没人有空了,看看上周基金的静止,这种局面再维持一周,估计就有人熬不住了。 当然,现在的基金还有实力,一棍子肯定打不死的,这次只是闹着玩一次,感觉不错,最次就是全当洗了一次盘,弄了一个出色的短差。 本ID可没在这次,就把人击倒的想法,12元不行,难道不可以20元才高死? 只要短差出来了,似的一定是没弄短差的人。 本ID对散户可从来都很仁慈的,在高位已经严重提醒了,要洗盘了。 听不见可不是本ID的问题,现在的股票并不是每一个都有庄家的,基金成的越来越重要的阻击目标, 这个目标是现实存在的,任何道德说教都没用,你不搞,害怕没人搞。 至于这个命门如何化解,如何不让这成为外国游资的重大突破目标,那就不可能是水平还在小学的管理层所能明白的。 对这种事情,本ID的态度一向很明确,不干白不干,干了白干。 本ID只是按着技术提示来,买点买,买点买,任何有命门的,都可以产生利润,都可以抽血,为什么不可以弯弯。 有罪的不是本ID废了其命门,而是谁让如此的命门来招惹攻击。 市场经济永远都是血腥的,这一切,都由资本的虚拟化所决定。 一个虚拟的资本,就如同僵尸,不吃血,怎么活。 对于这一点,必须有清楚的认识。 市场打开,就必然要面对各种攻击,如果管理层的智力,还达不到攻击者的千分之一,那只有瞎闹的份。 下一个死的,一定是基金,在一个月线级别的调整中,这一幕必然上演,现在唯一有疑问的是,不会连一个周线级别的调整,都会有好戏提前上演吧。 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,如果真出现,这基金也弱了。 对于这么弱的对手,本ID是没兴趣了,对手越强越好玩。 投资,就当独行客,所有事情都自己去承担。 而本ID的理论,是一个客观的描述,和任何的主观分析无关,就如同阳光、空气,不管你是否认识,都存在着。 不理解这一点,那是不可能明白本ID的理论的。 解读微股,去说美股,畅谈港股。 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